放鬆 有感觉也可以告诉我 不用紧张也不会打着你好肉 就是把肉的指甲那个拿出来也许会有一点点 S S行 助手 是不是没啥感觉 不用紧张 放松就行 这边修完了一边的 这边是带钩 跑了个脚 经常自己剪是吗 经常常的话就自己剪 这边扎的肉比较大一点 可能这边肯定会比那边有点感觉 会 后期得做矫正 对 但是我有个人在床 会不会是拿到的 是吧 对 然后 让这个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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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这块这个形状就不一样 这是个茶子 你这个还带点灰指甲 你这旁边发黄的这个 就跟那个海报上那个一毛一样 你看在上面 看没看见 这个就是前期 你这个矫正的话 先把那个先治灰指甲的 你那个灰指甲 现在不弄的话 它慢慢的 现在上面刚开始也是就一溜 就跟你这个一样一溜 怎么治 脱甲 就把这个甲给先夹 把那个不好的 就要去医院还是 不用 在这就能弄 去医院 医院不管这个 医院就是拔甲 你说甲构炎这个 就是你说疼 他上医院 他给你麻药一打 就给你拔了 灰指甲不疼 上医院 上医院把这个指甲给软化了 但是他还好 有点蓬勿 所以说 这就要搞定 帮忙 那如果说 呢 你这个早上就早上就走了 有点潮湿 就是 它的 体梅 就给它看一看了 嗯 那么 谢谢观看